一笔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盘中回撤了9100点 整体的成交量那么一如预期啦 它还是一个相当量缩的状态 那么量缩当然没有办法把这一波的叠势给指稳 目前只是多方利用外置休息的时候 那么暂时做一个喘息 但是这个喘息不代表这个盘要准备量小足底往上反弹 而是紧接着接下来 可预期的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 那么台股要放量得等到元旦之后 但是元旦之后的整个国际股市跟国际的局势 会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一直告诉大家说 当指数来到930点 它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股票被套牢 那如果反之它是一个空头的架构 假突破之后的增拉回 你反而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我今天在检视盘中的个股的时候 我发现有很多的股票这一波 反弹的幅度力道非常的小 然后今天在台股量缩的时候 它破底了 就好比说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我今天看了 其实我很久没有看它了 但是我说过了 苹果概念股 本波最强的就只有两档 一档叫大力光 另外一档叫台积电 那其他的股票 你要小心反弹弱势 结果我今天看到这档股票 居然破底了 3376新日新 那么它的跌势的过程 其实也没有很快 就是从132盘叠谈盘叠谈盘叠再谈 这一段的走势整理了非常久 一直到11月正式破线 那这一波台股也没有反弹 这一波台股有反弹 但是这种股票就代表着 整个高价股 在台股量缩的环境之下 那么想当然了 要养得起高价股 必须要相当大的成交量 所以我认为说这一波的台股走到今天 其实你去看 下面这一条是台股的月均量 我用月均量做设定 20MA 那么我们台股的月均量 一个月平均每天的成交量 是662亿 那么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这一波即使台股在往上攻 我们的月均量还是在往下走 台股破线 月均量稍微拉起来之后 变成什么 拉高出货 现在月均量又开始在往下走 那 归纳这一整年 其实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看盘中很多的节目 都会做数据的统计 那当然 如果你从今年 今年初开始起算 我们今年初台股的位置在这里 大概在8000点左右 一整年过去了 台股当然是有涨 对不对 可是涨了这一整年 却造成很多的投资朋友 个股上面也套了一整年 我这样子讲或许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强调过 如果你的手中的产业 手中的个股 它是走中空或长空 即使有反弹 大盘拉上来 也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造就短线上面反弹的高点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些股票 你看 如果你今年初去买了新日新 现在已经快年尾了 你迎接来的 不是苹果的行情 你迎接来的是一个破底的格局 那对你来讲 情何以堪 所以我们在 台股结构的 结构方面 我们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相信我也不用再赘述 这一波的台股走到了这边 就只剩下恐怖平衡 什么意思 我之前讲过 当我最崇拜的投资大师 安德烈克斯托兰尼 他告诉你的鸡蛋理论 其实看起来都很简单 对不对 股票来到高档的时候 不要追把它卖掉 等它下跌 主跌段跌完 打底之后我们再来这边买 这个对投资朋友来讲 这张图等于废话 可是问题是 一个这么简单的循环图 如果台股现在在这边 你把它认为是在这边 那你不就是大错特错的吗 就好像我上约在讲 我说很多人在这波寄望 年底 尤其是年底的时候 那么有法人作战行情 那么有集团作战行情 我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我就讲过 我说你小心这个月 作战变结账 结果上个月最夯的族群是什么 当然就是华星集团的股票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今天看到这张股票居然破季线 这叫1605的华星 那我在上一月讲的时候 其实当时讲起来 你听起来应该很刺耳 因为你把后面这段遮掉 后面这段遮掉 你完全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会跌的走势 你顶多只是认为说 啊 季线管理有点大 震荡过后会再走高 因为年底会作战 对不对 结果如果你跳进去了 这一个月下来 你赔了多少钱 另外一档股票 6116的财经也是啊 如果在上个月底 你跑去买集团作战股 你这一个月下来 你不仅没有赚钱 而且 今天股价还破短低一点 所以我在讲很多观念的时候 其实我都希望告诉大家 如果盘面上面 有很多题材性的股票 在引动着你的思绪 去影响你的判断 就好像每个人都认为说 指数来到9000多点了 那那个时候台股拉上来 靠金融 靠传产 对不对 那钢铁股当然很热 当时很多人在讲 川普概念股 因为上个月你看到中红这种走势 你怎么想都认为 它应该会再喷嘛 不是吗 结果你上个月去买中红 到现在快一个月了 不好意思 你也赔钱 所以我们在讲结构的过程里面 通常都是希望各位投资的朋友 你要知道现在台股是多头还是空头 如果是多头 任何的拉回 你就是满 但是反过头来讲 如果现在是空头 任何的反弹 你就是卖 你就是放空 所以如果你问我 台股走到这边 到底谁比较紧张 你问你自己你就知道了 但是做空的 比做多的更轻松嘛 做多的现在最紧张 对不对 台股破季线 台股破9200 这一段 这一段我最常听到的 人家讲的是什么 这个小量破没关系 真的吗 小量破 你要看结构 这边为什么小量破 因为它把之前涨的金融股 涨的钢铁股 涨的二线硕化股给跌回去了 涨的集团股给跌回去了 这些股票当然 当下那个时候会有量 但是它跌下来的时候就没量了 所以呢 小量就破了 小量破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是你下档的支撑 跟买盘的力道 它是非常薄弱的 所以我们之前在讨论大盘的时候 我说过 如果它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各位投资朋友 你不用担心 它一定会再涨 可是涨到了9430点 一根小黑棒拉回来 就准备去破 整个上升轨道了 那你认为呢 所以在这边往下回的时候 你手上落势的电子股 反而更要小心 因为它们不是这一波的主流 反而会引领大盘往下杀 所以最近很多人在跟你讲 由于亚洲货币贬值 由于新台币贬值 那么接下来可能变成电子股接棒 那你要特别注意哦 之前台股创高 从这边拉到9430点 它涨的是电子 后面涨的是金融 电子就已经先转弱了 你要一个族群先转弱之后 再回过头来引领大盘往上走 就我所学过的历史经验 跟我在台股这么多年 我很少看到成功的 必须要等到下一波 大家就一起起跌 带量之后 电子股才有机会变成下一波的主流 那你反推 现在电子股有出现爆量击杀吗 并没有对不对 完美的做了一个头给你看 现在只差一个破低一点 不是吗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希望电子股反弹 那么我要先提醒你 你要避开这一波 外资一旦回来 国际股市 国际局势 国际金融 出现非常大动荡的时候 那一波的沙盘你要先避开 正如同我之前跟你讲的 带领大盘创新高的是金融钢铁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的电子股套在这里了 对不对 所以指数压回来 我昨天讲 8885是最后的防线 今天我只是更确立这件事情而已 现在外资才小小卖而已 对于他来讲 这边都叫停力出场 一旦破了8885 后面外资会变成停损出场 那力道会更强 这个M头啊 这个M头 什么时候会有带量性的往下杀 基本上明年 有三个东西你要注意 我昨天特别讲 第一个川普的保护主义会不会实施 实施的力道有多强 第二个意大利银行的风暴 当然还没有解决 第三个是欧元加人民币的贬值 包含了亚洲整个汇率的大波动 还有中美公债的大逃杀 这些一旦同步引爆 外资一定会变成买钞变大卖钞 那很可惜的 以台国目前的成交量跟 我们今天的主管机关的长官 很希望我们的内支 重返荣耀再度伟大 但是我看到今天的成交量 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 你扣掉EDF 我们内支的力量 根本没有办法抵抗 外资的大逃杀 所以请你特别小心 这个M头正式确认的过程里面 这条上升趋势线已经快到了 一旦这边带量 或者这边带量破 都代表M头正式确认 小心风暴即将来临 所以你应该做的事情是 放空个股 至于是什么样的标的 休息了之后 我再告诉你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野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轴轮精细的科魂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施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运气 地震真可怕 地震别害怕 看我的防震宝典 防震宝典 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 规划避难逃生路线 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 准备紧急避难包 那地震是怎么办 保持冷静 地震趴下 掩护 稳住抓住桌角 记得哦 保护头颈部最重要 有飞无换 临阵不乱 来 回到现场 这波台股的结构 走得步履满山 但是也快末端了 从台股创高之后 怎么上去 它怎么下来 所以现在台股还在半山腰 其实连半山腰都不算 连头都还没有做完 对不对 这个上升趋势线 带量900亿到1100亿 正式灌破 就宣告 这边的带量 跟这边的带量 做对称 这一波 叫做逃命 那为什么外资会逃 三大因素 三大因素 所以很多人寄望电子股 这一波受惠于 新台币的贬值 说不定 明年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但是我凭良心讲 整个货币大家都在比贬值了 因为美元它是强势的 那你如果贬的比别人少 那你觉得呢 所以你还去注意这个观点 并不是说 只有我们贬 别人都涨 那我们就可能有货币上面的优势 对不对 这是一体两面的嘛 不是吗 所以讲到电子股 今天又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如果苹果回美国生产iPhone 那么大陆的供应链讲说 我不跟 为什么 你去看哦 那么苹果公布2012年的供应商名单 苹果全球有18家的组装工厂 其中14家在中国 那如果苹果决定回美国制造 大部分的中国供应商 利润将遭到压缩 有没有看到 可以讲实话了嘛 利润将遭到压缩 加上中美文化适应成本 基本上 供应苹果手机玻璃的蓝丝科技就讲 我不会考虑到美国 那你去反推 愿意跟着苹果回美国 当然苹果一定要跟啦 把把跟嘛 不管苹果好跟坏 它都得跟 就被绑定了嘛 那 假设真的回去 就好像人家所讲的 我的利润要被压缩 在中国的这些供应链 它光靠中国大陆的内需 我们不讲百分之百接收苹果的单量把它消化掉 至少你这些产能不会没有地方去嘛 不是吗 你能够做得起苹果的手机 难道其他的供应链 其他的像OPPO 像华为不会来争取你帮我做东西吗 应该会嘛 所以当你的技术等级到的时候 其实不怕没客人来 只是苹果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稳定的客户而已 所以面对2017的巨大改变 我们台湾的电子股该如何自处 人家大陆的供应链有它的市场 有它的优势 那我们台湾呢 所以我说 今天有些股票 台股还在高涨震荡 居然就破底了 这不是第一档 也不会是最后一档 凯胜 你有没有看到 你在这边决定大投资 一个投资完毕 你没订单了 那你后面怎么办 所以要去想这些问题 我们台湾 很容易把资源 投注在某一个产业之后 认为哇 前景无限 然后什么什么元年 这过去常常听到的 电子股子要 哪一个族群起来 就跟你讲是什么元年 那那个元年 通常都变成最后一年 不是吗 所以不要再重蹈覆测了 长空的产业很多 千万不要随便的去抢反弹 电子股 反弹我们宣告了嘛 就是这样子而已 来到季线希望无穷 错 这叫最后逃命 后面下来了嘛 对不对 那电子股后面是不是下来 因为高价股在杀嘛 你看不到高价股全面起跌 但是你用三个月一个区间下去看 它叫轮跌 那更惨 如果是急跌就是表示是系统性风险 然后大家一起乱杀一通 OK没问题 好了股票爆量之后只稳 开始走自己的路 可是现在不是耶 现在是整个高价族群在走轮跌 你破底完整理换我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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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跌不完 所以高价股我讲过 高价股代表三个面向 如果连高价股都走轮跌 各位投资朋友 你是不是应该放空高价股 先保护自己嘛 这些股票在砍的时候 在杀的时候 在跌的时候 法人会不计价 因为他们得执行纪律 这一波为什么352同志会跳水 这一段你去看 法人砍最多 我今天不砍 隔壁的砍 我今天先砍了 隔壁的纪額就比我差 就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我在讲林发科 这是一个警讯嘛 不是吗 去大陆挂牌电子股 飞黄腾达 在台湾留下来的电子股 长成这样子 你要我们那一支怎么有信心 我认为那一支绝对不会有信心呢 因为是内外夹杀嘛 一边是中国大陆红色供应链 另外一边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正式抬头 因为川普当选了 那我们明年的格局会怎么走 至少我看到上半年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 特别小心 股价一定领先反应 所以高价股里面当然有些在相对高档转弱的 那么这一阵子我有特别提醒 像康友 之前站上际线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要突破 就跟这边长得一模一样嘛 结果甲突破之后真拉回 那现在又来一次 又是站上际线对不对 甲突破之后又是真拉回 又破际线了 一次两次三次 头部就确立 就确立了 所以以相对位置来看 康友从144块涨到529块 一次破际线 两次破际线 这是第三次破际线 事不过三 当一档股票破三次际线了 就表示筹码上面有很大的问题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我第一次空康友 是在440块 甲突破破际线 按照线就是空 后面几叠线线55块钱 上来我们再空 昨天转弱 今天三破际线 当然空担报老 台股的成交量这么一点点 能不能养得起400多块的股票 当然你说 徐老师 说不定 他的基本面特别好 法人特别爱 上个月 法人被迫去买那些 投信 去追那些 集团作帐股 川普概念股 一个月之后 全部中奖 那你认为呢 高档有利多的 法人买很多的 你反而要特别小心 美律 126块我讲过 三喜临门谁在卖 12月23号破际线 今天你小心哦 继线站不上去 作帐变结帐 就会多杀多 最后防线最好不要跌破 一旦跌破 下一档星象 就跑出来了 所以这一波 如果你手上的多单 不晓得怎么处理的 怎么指数下来 我多单反弹的幅度不够高 我该怎么转换 要布局什么样的空单 利用我们的猎鹰计划 好好的布局 明年上班年 最会跌的股票 有需要复合的地方 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 我明天见 本屋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科魂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资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收台风影响 各地天气不稳 提醒民众请问 台风天就是要冲浪 台风天 还是大家在最好 好 我要出发了 台风天